3 2 1 剪裁 拿起剪刀 一同剪裁 基隆市長謝國良 林業貞部長李宥昌 共同主持剪裁 向外界宣布基隆塔真實開幕 謝謝過去這個 林前市長把這個基隆塔蓋好 那我們來把它完工 然後把它做順利的招商出去 我覺得遠近的人文空間 加空出未來會是基隆的 另外一個新的亮點 只不過基隆未來亮點很多 我們每個月都會推陳出新 有很多新的安排 跟推出很多新的地點 為什麼要用遠見來作為我們的品牌 因為我到那上面一看 那上面的空間 其實等一下各位就會看到 沒有想像那麼大 但我們如何能夠變成 真正變成亮點 就是要讓世界海內外有名的人 來到基隆 那來了他們一定會有一個目的 他們不可能只是純觀光 所以讓他們來做新書的發表 然後也讓這些名人來認識基隆 所以讓世界看見基隆 讓基隆也可以看到世界 那其實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想法 其實是經過很大膽的一個創意的發想 第二個是經過很緻密的專業的規劃跟設計 最後下定決心來全力支持 那這個其實也有中央的一個經費 因為這個費用整個三二層串人計畫 大概花了七億多的一個經費 中央補助的非常多 所以當初蔡英文總統來基隆的時候 我特別跟她報告這個案子 也希望中央能夠全力支持 那在去年我卸任之前 很開心的帶大家一起來開箱 那大家看到這個樹梯都覺得非常的驚艷 那經過一年的時間 現在終於能夠正式的來啟用 我想這個大家期待已久 前後任市長共同期許基隆塔 成為觀光新地標 基隆塔舉行的開幕 一早就吸引民眾前來目睹風采 雖然天空不作美 但民眾一波接著一波搭乘電梯 來到頂樓俯瞰中港 景好漂亮 漂亮 要不要再來一次 好天氣再來 觀景很漂亮啊 看到什麼 看到這個 還有這個基隆塔很讚 因為是我父母上禮拜有來過 說還不錯 對 然後我就想說 趁現在應該人比較少一點就先過來 所以人會比較少 新景點 帶來人潮就會帶來流量 帶來流量 我們布魯克一定會搶先來報導 那其實我已經看到很多布魯克 已經在事前適應的時候 已經特別來體驗 特別來在做一個紀錄 就是可以帶動其他就是旁邊的一些店家 然後讓更多的人可以來到基隆這個地方來玩 基隆塔我覺得起來之後 對我們整個一二路啊 跟他這附近的商圈都很有幫助 是因為像前半年生意都比較慘 那這個塔一上來 最近的那個客流量啊 人潮都變得非常的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基隆塔 對於附近的這些觀光啊 都很有幫助 基隆塔四樓空間 文化局打造人文空間 希望成為基隆重要的閱讀人文中心 日後將邀請不同領域的知名作家 舉辦閱讀講座 並進一步的和在地的書店 和圖書館串聯 也是未來這些世界海內外的名人 在做新書發表的時候 希望他們能選擇基隆塔 在這個有高度的地方 讓基隆也可以看到這些名人 但是主要是讓這些世界上海內外的名人 可以看到基隆有一個這麼美的地方 而且在一個很有視野的地方 去做新書發表 所以我覺得遠見這個品牌 跟所謂基隆塔 這個概念能夠這樣的結合 我覺得是一個很完美的一個組合 我想它也是一個台灣的新地標 就有點像倫敦演的概念 我想一個城市 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地標 它就不足以代表一個這個城市建設 我想這個新建設帶來的 不只是可以串聯山海城的一個 空間跟感覺以外 還可以帶動我們周邊的商圈 那未來就是我們有很多書 我們希望都能夠在這裡發表 然後讓基隆人 跟全台灣一樣都能同步 尤其這裡是基隆的頭 我們要讓基隆最早接收到人文的熏陶 這也是我們未來 希望能夠為基隆人做的事情 那你現在看到的這一區呢 都是以科學還有AI這一塊新書 因為我們天下文化最 等於是在台灣在財經書 在科學書 以及在荔枝還有社會文書 人文社會科學算是領先的品牌 所以我們這裡的部展很多 都是我們這兩三年最新的新書 結合基隆的文化歷史 讓在地民眾覺得 基隆塔富有教育娛樂功能 日前市營運期間 吸引了7萬人次前來參觀 基隆塔正式開幕 未來勢必成為北台灣最新的觀光亮點 記者 黃紹明 陳淑萍 黃日生 採訪報導 我打算 這件事情 我們在這裡 在這裡 從這邊 從中間 從我們去到 後 我們已經在這裡 我們現在 每日 谢谢大家